阿尔巴尼亚的苏西茶河山区聚集了大批环保团体成员 他们拉起抗议布条 要政府放弃河川分流的工程 以后游客大量的回流 阿国政府计划扩展爱奥尼亚海岸的观光规模 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合作 以950万欧元的贷款投入开发 计划从苏西茶河建造一条长达17公里的银水管线 环保团体以该区域为国家公园为油 抗疫计划为法 环境部反驳结合饮水的区域 并不属于国家公园的范畴 而且该计划符合永续 以及深度旅游与自然环境共存的开发宗旨 目前结合银水的工程 正接受环境评估而暂时停工 有专家忧心 气候变迁对环境的冲击 认为工程计划都该采取更为严谨的标准 同样拥有丰富生态资源的中美洲哥斯大离家 都市浓烈的拉丁风情 加上合理的消费物价 多年来深受美加以及墨西哥游客的青睐 观光收入占去了百分之八点二的GDP 也是外汇交易的主要来源 2024年上半年 观光人数比去年同期成长了百分之十四点五 下半年预计还会持续的增加 旅游带来人潮也衍生了环境问题 哥斯大离家面临景点垃圾暴增 以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后遗症 而日本的民众也经历相同的困扰 从都市到郊区景点挤满人潮 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山富士山 涌入一辆辆的游览车 流入大批的观光客 宛如人生顶沸的市场 位于富士山河口湖庭的超商 可拍到绝美的富士山景 暴增了游客衍生不少乱象 打扰当地民众的生活 显示过度旅游带来的破坏力 日本政府为此祭出了管理措施 计划针对外籍游客开征住宿税 以及相关的费用 而山林县首先实施 在七到九月富士山登山季 收取每人两千日元的登山费 而且一天只接受四千人入山 透过限制人数和费用 缓解富士山的拥挤现象 意后引爆了报复性旅游的现象 加上社群媒体的扩散效应 有景点的地方就有人潮 为各地的环境管理 带来严峻的挑战 重度仰赖观光的塞班岛 四分之三的经济收入来源 是旅游营收 一场疫情几乎让当地的经济崩溃 得靠冻结水电费和食品价格 来稳定民生物价 观光主管机关坦言 旅游创造了产值 和环境冲击的矛盾 是没有答案的难题 追究谁该为过度旅游负责 其实并没有意义 身为环境的一份子 每个出门的旅客 都有责任维护景点的永续发展 如何在赚取观光材和维持环境 以及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点 是观光国家以及业者 以及参与旅行的人 都得思考的问题 公事新闻章 处分变异